请问男人为什么都喜欢喝酒呢 因为女人累了有男人陪伴 男人累了只有酒来陪伴 酒瓶在手天下我有 净出去的是面子 干了的是态度 男人18岁喝酒是为了显摆自己 28岁喝酒是为了寻找爱情 38岁喝酒是为了家庭事业 所以男人喝酒是为了迎合社会 不喝会寂寞到流泪 其实男人到了一定岁数后 烟和酒不仅仅是一种爱好了 而是一种精神寄托 这时候的男人呢 真不见得有多喜欢烟酒 而是他们感觉啊 只有喝了这杯酒 他才能睡得着觉 只有抽完这根烟 他才有力气去扛生活的苦 与酒成有 与酒严苦中 与酒到人生 高兴时痛饮 忧愁时毒拙 痛苦时猛贯 男人的情怀全装在酒杯里 总之男人喜欢喝酒呀 就是因为端起的是生活 喝下的是人生 尝到的是艰辛 释放的呀 是压力 BORN FOR EDM